歡迎收看一起來健身 我是儀佩 籃球對於很多男生來說呢 都是非常喜愛的運動 而且在籃球的所有動作項目當中 所有男人的夢想 當然是灌籃 無論你是看NBA XBO或是HBO 你看到球員灌籃 就會有一種莫名的熱血 但是呢 這個灌籃不是人人都可以灌得到 但是腿部的彈力 卻是人人都必須要必備的條件 尤其如果你是很喜歡打籃球的人 你腿部彈力 彈力夠不夠好 當然對於籃球運動來說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我們的一起愛健身 要請到了一位籃球員 他的腿部彈力非常好 因為他的高中呢 就有一個非人稱號 讓我們歡迎XBO達星隊的前鋒 我們歡迎施妍宗 以及我們的浩克教練 阿飛 你多高 193 他193 我158而已 你幹嘛不抱你自己的腿高 我171啊 不會太好 你171喔 好矮喔 我夠重就好了 你夠重就好了 而且 其實浩克教練常常跟球員 就是看到球員 所以就不覺得意外 那我以前當主播 我也是常常看到球員 他們看到我們是比較困擾 因為通常中場訪問的時候 請問一下 你那個上半場的表現如何 然後他們都會 什麼東西 再說一次 可以再說一次 大聲一點嗎 因為球場旁邊都很吵 對 所以你其實看到我們這種身高 會有困擾嗎 還好 我們會 會不會玩下去聽 所以覺得 不要再羞辱了 不會啦 其實不會有這種困擾 你在二樓空氣還好嗎 還不錯 還不錯 我在地下二樓空氣有點糟 好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阿菲啦 因為你今年 也是有入選 國手對不對 對 然後入選國手的心情怎麼樣 蠻開心的啊 就是 你是不是一個很淡定的人 還好 你表情都看不出開心 還好 還好 就是蠻開心的就是 就是第一次 有 就是自己有表情 然後能 讓教練認可 然後上去 你講話的速度可以 就是再加快一點點 原因不是因為說 我們的時間關係 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講話 我就要尊重 所以不好意思看 所以我這樣子走 真的很累 好 第二個問題我想要問你說 那 你入選國手之後 你們的訓練菜單 有比較不一樣嗎 還是說你自己在私下 或者是說 在球技期間的訓練菜單 其實差不多 其實大致上其實都沒什麼改變 就是大致上都是一樣 對 那你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會灌籃 高一高二 高一要升高二的暑假吧 高一高一要升高二的暑假 就會灌籃了 對啊 那時候會灌籃 是因為長得高嗎 還是說灌籃 只是只要長高就可以灌籃 其實不是欸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訓練吧 因為我覺得要訓練腳的力量 那你才有更好的機力 然後讓自己跳得更高 可是通常高一高二的球員 你們在接觸籃球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是覺得年輕 然後熱血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會很想要 嘗試一下灌籃 但是有些人高 反而還是沒有辦法 是因為彈力高 怎麼樣 因為它下肢的肌力可能不太足夠 那有一點可能是 它升級的那個連貫性質不好 那問一下就是 腿部的彈力 對於一位前鋒來說 真的很重要嗎 譬如說用在 運用到什麼樣的地方 我覺得在 跑快攻的時候 和一些 衝強軟板的時候 對 那我覺得 腳的部分 力量可以讓你的速度 跑得更快 或跳得更高這樣 喔 了解 所以它是一個彈跳腿 然後呢 腿彈力很好 對 下半身也要必須要很穩定 沒錯 今天浩克教練也是設計一份菜單 專門針對阿飛的 好 我們趕快來進入第一個動作 腿部彈力訓練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啞鈴深蹲推舉 啞鈴深蹲推舉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彈跳的時候會比較 你不會只有這樣跳 你一定會有手部動作 對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髒的連動性 你去做一個這個設計的刻表 所以 有偶下往上衝的感覺 會跟它跳躍的樣子是很重要的 加油 一起來 怎麼做呢 啞鈴深蹲在肩膀的地方 所以你腳自然打開就好 然後往下蹲 上去的時候 手順勢上去 所以不要只用手的力量 你要用下半身的力量去 帶上半身 所以手是 你也有一點是甩上去的感覺 甩上去的感覺 對 因為你下半身如果有力量夠的話 你會是很輕的上去 所以不是 所以你也不能分段 有的人做可能會上來的時候 才對 不能分段 往上連貫 你要一時 一個之間上去 不是有重量耶 你是不懂他在講什麼 我是龍喔 我是龍 他行的 他行的齁 好那我們來試試 你先做一次 蹲 上去 然後下來 蹲 上去 上去的時候 我看到你好像有一點點用腳 你可以有一點跳起來 對 你就是感覺你要去跳 是可以的 所以腳跟可以離開 可是我這輩子沒有搶過藍牌 所以你可以不用腳跟離開 笑什麼 你笑什麼你 好的 腿部彈力訓練的第二個動作是什麼呢 教練 單腳 墊高 持壓力 分腿下蹲 雙手拿捷 哇你好厲害喔 都沒有忘記 我會忘記 好 這動作是不是有一點小小的複雜性 而且重點是好像有些人 可能會有連貫性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今天為他設計都是會比較多的一點連貫性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單球員的連貫性很重要 也不應該是身體分開 所以我們會去設計上 對他的彈跳力也比較有方便 了解 對 平常一腳放上去 一樣 然後往下的時候 雙手也很放在下面 起來的時候要用下半身的力量 蹲上來 所以其實手也是很輕的 你不會是用手的力量 不是用手是拉壓力的 拉 然後蹲 拉 蹲 所以手線都是很輕的 然後都是用下半身的力量去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要用這個動作 是因為也是彈力的問題 對是彈力的問題 因為我設計都是比較自由下到上一個連結性 上下 因為你今天彈跳力不肯只有下半身 除非你今天是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用手 所以你一定會有一個連結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設計都會盡量延伸到最上 了解 這個動作對你來講 OK OK啊 他露出了一種很奇妙的套 OK啊 好 好 然後往下對 對 往下就拉 對 腳的力量再多一點 接下來第三個動作是什麼呢 啞鈴硬舉拉二頭 啞鈴硬舉拉二頭 對就是你是成一個硬舉的動作 然後起來用臀部力量往前頂 所以手一樣是很輕的 手還是很輕的 對 所以重點都是在於下半身 所以你要用臀部往前頂 所以power是在臀部 對 但是不是挺到變這樣子 你還是起來是垂直在這邊 所以你是必須要控制在平面 對 所以你不是起來變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會 這樣很容易受傷吧 對 所以你必須要 我一直在中心點 然後上來臀部夾 衝上去 就是靠著臀部的力量來用架的 對 那這個對於籃球運動來說 應該是跳躍 跳躍 對 很多籃球員在衝牆的時候 他不會是 不太會是蹲到最低 然後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他會是一個 喔 這樣我就懂了 這樣我就懂了 確定 確定你懂嗎 我懂了我看過好不好 不然你做一次 不然你做一次 你衝牆衝牆 對啊 對啊是沒錯 是要這樣衝牆 沒錯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太直 所以這個動作 你們平常在菜單裡也會做嗎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 臀部 的力量其實也是必備的 因為你下來的時候 假如你膝蓋是直的 你沒有彎這樣 其實對你的膝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是說直的是什麼 就是你 翹下來搶完籃板 不可能是這樣 是這樣直 其實你膝蓋是 是不是他的壽命其實很短 了解 對 所以你下來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緩衝 就跟教練在做的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有一種 Cushion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它這個東西是你可以做一個Stars 就可以作用 喔 了解 好 那我們來做做看喔 好不好 來 然後往下 背打直 然後臀部力量 夾上來 所以Tips是背要打直 對 背要打直 然後臀部 夾衝上 所以身體不要往後揚太多 那我們三個一起做好不好 好 耶 教練要拿這種的啦 可以的 我們這集其實就是Focus在彈力彈力彈力 所以接下來這個動作呢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叫什麼 高舉手向下 加速深蹲 向上跳 這名稱真的超長的 浩克教練超強的 沒有你很強 因為你把所有的重點 全部都濃縮在那個動作 就是動作全部都濃縮在名稱裡面 但這個動作對於籃 就是籃球運動來說重要嗎 它對就是你第一個動作下來是要剎車 剎車 就像你剎得越好跳越高 那在轉換跳的時候 如果你的時間越短 可以增加你在籃球場上的彈速變更快 因為籃球場上很需要 大家都聽到彈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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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要怎麼一段時間彈速 那像這個就可以很訓練到你的彈速的問題 對 彈速對於籃球員籃速很重要嗎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球場上看到 就是很厲害的籃球員 跟可能沒有那麼厲害的籃球員 其實他們的停頓點很厲害的就是 他們馬上停頓 馬上馬上跳上去 可是沒有那麼厲害的籃球員 就是會有一個頓點 應該是講要播那顆籃板球吧 對 是因為你播到第一下 你一起播 你同時一起播 但你同時下來就是比看誰的彈速比較快 然後才去搶那第二個球 那這個動作呢 對於籃球運動來說很重要 我們先請教練示範一下 好 我們雙手先舉高 腳自然站開就好 往下蹲的時候要做一個打車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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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這不是浩克嗎 這是浩克出場 這是浩克出場 你吃浩克 但是你吃浩克你可以去 對 所以我剛好 舉手 舉手 好厲害喔 所以他上去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身體整個拉到嘴子 因為有的人上去的時候 會有一次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必須要整個 要拉到嘴子 所以這個拉到嘴子也很好 不好做 不如我們就先讓籃球國手來試試看 好不好來 先下來 對 超高 你那個彈速在快一點 再快一點 下來就要上去 對 很好 很好 真的耶 他好連貫喔 我現在要再多一個 煞車墊 有啊 還有煞車 對 一點點是不是 他彈出來不錯 輕 對 很棒 對 你要落地起 很好 我沒有說不好 他很棒啊 他說好就好 當然 好 一起一起 好的 我終於有呼吸到新鮮空氣了 接下來我們的腿部彈力動作 第五個動作是什麼呢教練 跳箱彈跳落地煞車 跳箱彈跳落地煞車 對於籃球員來說 或者是喜歡籃球運動的來說 有什麼幫助 我們這個動作強調是 落地的煞車 就是讓你煞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煞得越好 你可以跳得越高 了解 所以它是 用一個高度來增加你落地的困難 對 所以你會增加一個難度 你現在看我的 會不會覺得有點刺激 不會啊 會嗎 我跟他直視了耶 我已經習慣了 對 應該是我現在看你的感覺 就是他看我的感覺 對 是這種感覺 沒錯 OK 教練先示範一下 所以先往下蹲 往上的時候 輕 再下來 再輕 所以這一個落地是最重要 哪一個落地 下面這個落地最重要 可是你踩上去的時候也 也要很輕 要很輕 對 這個動作最重要是在落地 因為很多人它 上去可以 它下來會變大 越高 會有一個自由落體的 那個加速度 對 所以你下來的時候 你反而是比較難穩定 所以很多人在這一段是會有點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做完美的撒手 這就有點像是那種 譬如說在練體操的選手 對 馬鞍呢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選手 對 他們在落地的時候 通常落地都是一個看力穩定性 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 是在這個下來的時候 會有穩定性的問題 對 那我們這跳槍高度會比較 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在那個 NTC的 我們NTC有個APP裡面 對 它的高度會比較是符合 平常人的高度 差不多我們都要在 高度要在你的膝蓋的附近 哦 所以這個是比較低 對 那在我們那個NTC APP裡面 它的跳槍高度是比較標準的 所以可以去參考一下 了解 所以如果需要的朋友 也可以到我們的Nike NTC 然後去點選看一看 通常應該是怎麼跳 或是怎麼樣 其實都有很詳細的影片 沒錯 阿飛這個動物可以嗎 它可以的 可是總覺得它比較高 感覺好像 你知道 離這個比較遠 我知覺啦 上 下 對 它有哪裡 你落地的時候 你的腳跟比較厲害 下來的時候腳跟都不能離 對 你要整個腳踢圈 就這樣踩緊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不是這樣子比較好 就是腳尖先落地 然後這樣會比較 可是你看你如果落地 是這樣落地的情況下 會增加你腳回的受傷 因為很多人打籃球 我相信我現在講你們都懂 很多人打籃球 有一些年輕的時候喜歡敢衝愛拚 然後搶完籃球的時候下來之後 很多人就會因此就不穩 就會扭傷 是因為你的 沒有整個著力 腳的活動度不夠 了解 好的 大家加油喔 我們今天的腿部彈力訓練的 最後一個動作 到底是什麼呢教練 中人核心高舉手抗旋轉 喔 這個動作通常是鍛鍊哪裡呢 你的核心 核心比較多 因為你在 它是增加你在彈跳力的時候 如果有人去做碰撞的時候 你在天空上面 你比較不容易有晃動 所以對彈跳力是 比我們更新興趣 對可是 阿飛身為一個前鋒來說 他其實算是比較瘦的眼 對啊 你是比較瘦的嗎 在前鋒面算比較瘦 對啊 對啊 那如果說有人碰撞你 如果核心不好的話 就會很容易被影響嗎 我覺得就是 自己平常要多訓練 然後 因為避免會受傷 然後 所以核心或者是腳 自己都愛加強 嗯 所以其實要訓練 是身體對抗性 對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進行 是雙人 對 那就是你們的雙人 好的 好的 所以雙手靠進去 對 所以他的重點是 他的雙手 盡量在耳朵兩側 但是每一個人 肩膀都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前面 你也沒完 但是就是不能太前面 所以盡量在兩側 然後身體保持中間 然後我會給他阻力 那他就會一腳往後推一次 一腳往後推一次 對 所以一直要保在身體的中間 因為在推的時候 很容易身體會歪掉 喔 了解了解 所以他兩邊的核心是用力 所以他現在是 用力的 不是 我是說 不是摸哪裡 我是說 核心用力 它哪裡有在用力 核心 你說腹部嗎 會比較側腹的地方 側腹 對 它這邊有凹進去 對 我可以 可以 怎麼可以 我又沒有說 我是說 可以稍微 check一下 有沒有用力嗎 這裡 側腹 對 兩邊都比較多 它有沒有很緊 它沒有到 你要拉緊一點 它沒有很緊 它快不緊 它不緊 它不緊 中間有 中間還好 旁邊比較緊 對 旁邊會比較緊 好 OK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動作 很辛苦耶 真的 所以他有一點點主力給它 你不用給它太多 然後一腳推一次 對 對 對 你再給它多一點點 對 因為內腳推會最難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外腳還 真的還好 對 內腳推會很難 內腳的話真的要Hold住耶 對 有 我覺得就是在 你的腹肌旁邊側腹 對 就是大家很想要練 側腹線條那個部分 所以它這個動作 也會練到你下半身裡 對 這個動作我其實算滿喜歡的耶 很多男生都專注練 前面這幾塊肌肉 可是殊不知 如果旁邊的肌肉 有線條的話 會更美 所以可以 這個動作可以練到旁邊 對 好的 今天的腿部彈力訓練 做下來我真的有一種T2的感覺 但是我想對於打籃球的人來說 這個訓練是必定要的過程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非洲是 因為你高中就會灌籃了嘛 那其實現在有球場上太多喜歡打籃球的男生 也就是動不動 尤其是看到女生在旁邊的時候 就很想要去挑戰你的灌籃 這到底是對不對啊 我覺得 不能講 因為灌籃其實是一種 嗯 技巧吧 技術 但是在球場上 其實你還有更多的 運球啊 投籃 然後讓自己投籃更準確 這種激勵可以去訓練 我覺得不要把灌籃當做一種事 好像打籃球 就是想要灌籃的目標這樣 那我問你 但你高中灌籃的時候 那時候只是 一開始也是一耍帥吧 呃 沒有 灌籃其實 是在比賽的時候 能灌籃是一種耍帥是沒錯 你看吧 終於承認了 可是我們不得不說啊 你無論是看 譬如說SBO或是NV的比賽 只要有人灌籃 全場一定 瘋掉 沒錯 但是我真的要奉勸各位男生 雖然灌籃很帥 但是 阿菲剛剛有講了 假如你的 假如你的基本功沒練好 或是你的身體的強度不夠的話 就是你灌籃下來 其實球場上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總不能說 在場上每個人都想要灌籃 其實 籃球是一項 多方面的運動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但是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你有按照我們一個課程在做 腿部彈力訓練的話 你如果身高又高 又加上有訓練夠的話 其實未來灌籃不會是一個夢想 沒錯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離籃框越來越更近 如果你彈跳能夠的話 對 是吧 對啊 好 今天腿部彈力訓練非常謝謝阿菲 還有浩哥教練來到現場 謝謝 謝謝 一起愛健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欸我這家節目都不會擋到差距 完全都不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